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廖小红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让他开启了对人生和生命的全新认知 感恩慈悲化解了人生的烦恼和病痛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旧苦旧烂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师父卢君洪台长 今天我带着一颗无比感恩的心 来分享我作为一个初学者 这一年多来学习心灵法门的学佛感悟 心灵法门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活 让我的灵魂有了一个最温暖的家 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网上 师父看图腾 我真的难以相信 世上真的有人有这么大的神通 可以穿越时空 看到我们前世 今生和未来 可以帮我们看灵性 治病 还可以看亡人 而且他可以通过法身一秒钟 去世上任何角落 去师兄的家里看佛台 师父看上去很和蔼 很幽默 我一下子深深地被吸引了 如果能亲眼见到这么一位大师 神人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迫不及待的我打通了德国观音堂的电话 金四兄那亲戚的声音让我马上有了回家的感觉 他耐心地问了我的情况 让我跟着录音先学练金 我说我很想参加法会见台长师父 可以吗 他说当然可以 两个星期以后就是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大法会 我兴奋得不行 他马上安排潘师兄等女儿帮我订机票 去参加法会真的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师兄们特别热情 友好 真诚 一下飞机就有师兄安排大巴车接我们去宾馆 到了灰厂马上就有师兄给我们地上美味蔬食 我的心暖暖的 心想这是在哪儿了 难道是在天上吗 师父要来了 我的心激动不已 师父的慈悲 智慧妙语深深地打动了我 法会非常地殊胜 震撼 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 我居然握到了师父的手 师父的手软软的 我真的感到了师父的能量加持到了我 从那一刻起 我知道我的生活离不开师父了 参加法会回来 我不停地咳嗽 从早到晚 大口大口的龙痰从我的肺里出来 好像要把我一辈子的都没有咳嗽了的痰全部清光 我知道这是好事 我的身体在排毒 只是我不敢相信 法会能量会这么巨大 不但清洗我的灵魂 还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干净 更健康 可是我有点担心 这样下去 这样咳下去 怎么去参加三个星期以后的墨尔本大法会 奇怪的是 去墨尔本的前一天 我的咳嗽突然停止了 身体变得很轻 像重生了一样 参加法会会上瘾 法会上正能量满满 师兄们就像亲人一样 见到师父不耻劳苦 在全世界拼命地弘法度众 我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每一场法会都是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心灵之旅 在法会上 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感动 它慢慢地洗涤着我的灵魂 让我对人生 对生命 有得新的认识 感恩 自主 慈悲 无怨无悔地去帮助别人 广阶善缘 广度有缘 我开始学着练经 练小房子 慢慢地我发现 我周围的人对我越来越好了 什么都很顺了 我老公也说 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通情达理 不爱生气了 特别是我通过梦境 知道我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以后 练经不吃力了 也练得快了 人也开心了 最神奇的是解节奏 我再也不恨任何人了 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总是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都是我的错 我曾经是一个严重的神经衰弱患者 长期失眠 头痛欲裂 精神达到了肌肤崩溃的边缘 经过针灸治疗和尝试的调养 头痛好了 但是失眠却一直伴随着我 让我很痛苦 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情绪不稳定 经常发脾气 眼睛也不好 经过学佛念经后 睡眠好了很多 人也精神了 什么都想得开了 就像师父说的一样 人生除了生死 其他的都是差伤 另外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很多年以来都有小腿肚抽筋 特别是晚上和清晨 抽筋了以后 小腿肚有时一整天都痛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泡脚 让人给我按摩 好了很多 但是没有根治 学习心灵法门以后 我知道这是灵性病 有灵性在拉我 去年在西里 我的小腿肚又抽筋了 而且很厉害 连走路都痛 非常感恩 金师兄给了我一个在联谊会上提问的机会 师父的气场好像把我身上的灵性赶走了 联谊会结束 我突然发现我的小腿肚不痛了 不抽筋了 完全正常了 直到现在我的小腿肚再也没有抽筋过 无论我泡不泡脚 难以自信 我无比感恩大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师父 如君洪台长 佛法是一种教育 它让我们知音懂果 让我们知道对错 师父让我们通过佛法 让我们破米开悟 离苦得乐 让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来还债的 是来吃股消夜的 今生能够遇见师父 遇见心灵法门 也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希望师兄们一定要吸缘吸福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而师父给了我们永生永世的会命 心灵法门给了我们一个大家 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 这里有无数的比亲人还好的兄弟姐妹 在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我们再也不用孤单 我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让您加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能够彭起经书 学佛念经 只要我们坚信观世音菩萨 坚信师父 坚信心灵法门 正信正念 真修实修 好好运用心灵法门的师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诵读百话佛法 就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美好 弟子再次 再次无比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弟子再次发愿 一定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师父学修心灵法门 学习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大慈大悲 做师父的好弟子 学着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跟着师父向西行 一门禁禁 永不退转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 请师兄们指振 感恩大家 感谢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 感谢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